他是成功北 松山矿业豪门之后 含着金汤池出身的少爷 从小对西方医学耳濡目染 成功北的伯公跟他的祖父 都是跟这个马街 就是在逍遥书院时代的学徒 海北的山藏林 买了九万多瓶的煤矿区 他还经营台北到松山之间的客运 雄厚的家世背景 让成功北在高二那年 前往日本明治中学就读 在社会风气和双清因因期盼下 靠近医学院是他的大学目标 成功北他进到这个庆英大学 在这边读书 读了很顺利四年 1943年26岁的成功北学成归国 此时的父亲陈副理 却因替人作保 肩负巨额债务 再加上煤矿产量衰退 庞大的经济缺口 急需有人帮忙止血 就是已经加到终衰了 所以陈师母就是靠着把家里面 因为房子很大嘛 就分租 然后再跟着他弟弟 他们做房地产 所以才稳定这个家庭的经济 陈副理一心盼着儿子 赶紧开诊所承担家计 连开业地点都已经找好 成功北却断然拒绝 气得父亲好阵子不和他说话 他看到台湾人民生活的疾苦 所以他立志要学阴 而且他一定要回台湾 尽管身在日治时期 成功北却已有爱国意识 1943年成功北进入台北帝国大学 卫生学森夏勋讲座教室担任助手 收入只有临床医生的十分之一 他毫不在乎 反而甘之如意 陈师母说成功北就是用 基于基督的精神 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爱台湾 虐疾 祸乱 天花 都是夏天容易传染的疾病 唯有大家注重环境卫生 才能防止疾病传染 1950年代在美元下 政府将部分预算建设基础公共卫生 1952年全台卫生室所 已多达500多个 但政府很快就发现出了问题 但是你设的机构 他们不一定会做 卫生处就很头痛 然后就委托跟陈教师 1951年成功北获得 农副会留美奖学金 前往明尼苏达大学 攻读工卫科硕士 同期的还有李登辉 徐子秋的台籍精英 是台湾战后第一批 公费留美学生 进修返台后的成功北 任职台大公卫所 投入战后最庞大的 公卫人才训练计划 这个中心业务 很多 婴儿保健 急性传染病的管理 结合病的防治 性病的防治 杀眼的防治 就是这样子有18项的任务 接着工作人员的实际行动展开了 劝导主妇们不可以在河沟中洗衣服 应该利用社区内所建筑的 简易自然水洗衣服 免得引起各种传染病 战后初期的台湾 卫生环境恶劣 居家简陋狭小 许多家庭没有卫浴设备 不可能天天洗澡洗头 涨头湿得沙眼 成了普遍的传染病 这个卫生所的这些护士 他就会到学校去 帮小朋友治疗头湿 喷一些DTT粉 那甚至呢 当时候台湾的传染病非常多 像破乱 那因此这些护士医生 他们就会到每一个学校去 帮这些小朋友去施打疫苗 20年内 公卫人员的在职训练高达千位 成功北市公卫摇篮期的重要推手 1955年 他担任台大公卫所所长 发现甲状腺种已成为严重的地方病情 率领师生前往新竹展开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那美国呢 在1917年的时候 就开始对这个学童 就对这个小学生 就是说给他加点的这个食盐 很成功 他就跑去见当时的农夫会的 那个负责人叫许世巨 他为了这个计划 说服他 谈了两个钟头 1958年9月 由成功北带领的公卫所师生 及农夫会 新竹县等各相关单位合作之下 展开食盐加点实验计划 揭开台湾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社区试验 公卫所师生一行人 挨家挨户 进行用盐抽样 点浓度分析 计划推行的同时 还得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你这个盐巴 你要把点加进去 怎么加法 不是在那混啊 你要怎么样弄进去 他们找机械系的教授 来帮忙制造一个仪器 实验加点试验在第一年 一般民众的罹患率 从26%降至5% 成效显著 计划在扩大试验范围 一道成功北教授的这个研究 先指定新竹 苗栗 台中 南投 这四个县市先做一个实验性的研究 1971年 血统假装现种发生率 已由21.6%降至4.3% 困扰好几个世代居民的大脖子 终成为历史 它最可贵的地方 就是研究的成果 它要督促政府变成一个政策 1975年7月 通宵经研厂开工之后 实验加点全面上市 这一包透明塑胶袋包装 上头小小的加点两字 标记了成功北非凡的公位成就 1956年 媒体大幅报道 台南县安定乡发生怪病 患者脚步出现物灰斑点 沿着腿向上蜿蜒爬身 由于当时医药不发达 所知也不多 怪病因此被称为乌肝蛇 所以就把他们都牵村 整个牵村 牵到这个两三公里之外的地方去 那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 到了1957年 媒体又爆出来了 说台南县 有不明原因的黑脚病 1958年 成功被组成乌脚病研究小组 他们跑遍嘉义台南沿海 50多个村里 无论租卷 农舍 井边路旁 只要发现有村民 即刻进行病例检视 确认工作 才发现原来是 在嘉义沿海 还有台南沿海地区 北门这些地区的民众 他们喝的水 其实出了一些状况 1960年 调查小组进行第三度调查时 发生了一段车祸插曲 很严重的车子翻过来了 那吴欣英大概坐的位置很不好 那时候没有安全带的观念 所以他被压到 压到所以他腿 后来就不能走路 庆幸无人死亡 否则台湾公卫市 恐怕就要改写 车祸意外 并未熄灭他们的研究热情 取样上百口井的结果显示 井水中的重金属 生含量超过标准值100倍 乌角病的治本方法是 废弃水井 普遍设置合乎标准的自来水 目前已经完成自来水工程的 由北门等发出 受益地区包括 11个乡镇的126个村里 在成功倍的建议下 西南沿海地区架设自来水管线 从此终结乌角病 这个台湾公卫发展的历史版点 勉励我们 勉励我们最重要的是 勉励我们说 公共卫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可以一次 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台湾公卫之父陈龚北 因深爱台湾这片土地 他披荆斩棘 踏上这条拓荒之路 也因着他的努力和坚持 带领台湾公卫 在国际间开启新局势